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TLC5000动态星件分析系统 进行分析的一些小的技巧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进入了主界面 一打开软件就是显示这个界面 首先出现的它会提示是否进行 心理时常分析 因为这个我已经分析过的 默认的是否 如果说是以前新病例的话 来看一下 这一部分是我们自动分析的主界面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默认找到了QS Pro 比如说这三条线是分别标示的P2段 QS Pro结束点和ST段的位置 大家有需要的可以调整一下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调整 再看到右边 主分析导帘默认的是V5 主分析导帘的意思呢就是说 这个病例呢 当前的病例今后 所有的包括这个 形态的对比都是以主分析导帘 也就是这个写的主显示导帘 这个为主 下面这个分析导帘呢 这几部分呢是我们默认的是其他八个导帘 共同参与分析 它的好处呢就是说可以协助更好的找到QS Pro的拨群 主分析导帘呢大家可以这样 如果碰到QS Pro拨群 就是QS Pro的电压比较低 比如说V5 V5上的正常的QS Pro 与事早的QS Pro的形态差别不大的话 那么到后来到下一步啊 可能会碰到事早不容易识别的情况 所以说在这里 需要将主分析导帘选择为电压比较高的 或者说跟事早的差别 QS Pro的事早的差别与正常的QS Pro差别比较大的 选择什么这个道理 还可以看到这个 V5的电压还算可以 所以说不切换也可以 V4的电压比V5要高一些 可以选择V4 分析导帘呢参与分析的导帘一般情况下不用调整 主分析导帘呢如果Web电压比较高也 也可以不用调整 那么这一个界面呢就可以直接过点接受就开始分析 下面呢这个就是主分析界面 这一部分呢整个这个图是心率的趋势图 下面这个图呢是二二间七的山状图 如果说在这个里边能碰到枣波比较多的情况 因为大家知道枣波一般情况下 当前的QS Pro要提前不管是防枣还是市枣 呃后面有可能会有带长间歇 在这个QS Pro的山状图上就有可能就会看到前面一个比较短 后面一个比较长这样的话呃有助于呃初步的观察 这个整个二十七小时病例的情况 如果说碰到防颤的情况 在这个二二间七的山状图上也可以很容易的观察出来 因为二二间七的山状图大家知道这个防颤很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 呃二二间七绝对不云齐 二二间七一个长一个短 所以说从这个山状图上也可以很容易的看得到 嗯整个的这个自动分析的过程很快 只需要就可以结束 可以稍等一下 嗯在这里呢随便我要插一句啊 在带盒子的过程中一定要非常注意 尽量减少干扰 另外一个电压不要太低 如果电压低的话呃对识别适早的图形是有很大的坏处 呃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自动分析已经结束了 呃我中间要插一句啊 把这个主呃主工具条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分析呢呃整个这个软件实际上使用起来很简单 主要是前边四个按钮 如果出一个常态的报告 然后这四个按钮就可以全部解释 这个按钮呢 是呃自动分析的按钮 这个按钮是模板分析的按钮 就是自动分析完了以后 需要在模板里进行分类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顺序回顾的按钮 就是如果说大家在模板分类都正确的基础上 需要在顺序回顾里浏览图 浏览这个24小时的波形 呃做ST段的分析 包括流图准备打印 都在这个这个按钮里进行 下面这个按钮呢 主要是心理变形分析 呃心理变形分析呃有的可能不太常用 呃我们呢包括报告的首页 还有这个呃选图的过程 主要在这个这个 这个跟这个心理变形分析这个按钮是在一起的 呃稍后呢我会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释 后边呢这些按钮呢是QTT分析 贴拐垫胶梯或者这个 呃心理震大 还有时间向量空间向量呃呃 这个按钮呢是呃参数设置 打印以及报告上传的按钮等 呃呃呃呃 后边这些按钮基本上都不常用 所以说我们最常用的这个四个按钮 我们的操作方式是通过呃呃 一个几个连续的步骤来体现的 也就是说点上一步下一步就可以了 我们如果操作一个定例 只需要这四个步骤 下面开始介绍第二个步骤 点下一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模板分析的主界面 呃 左边呢是我们就是已经分析好的模板和准备空的模板 如果说有波形的模板 比如说防扑防晒是不失踩干扰 O是干扰干扰的模板 上面呢这个是V是适早 S是适上早 N是正常 L是常见歇 呃后边这个数字呢是指 当前适早模板里所有QS波群占整个24小时所有心跳的百分比 后面这个是诗上早 大家可以看到百分之0.5 诗早是百分之0.1 正常百分之8.1 看那些 当然了这里边还会存到存在一些 由于干扰的影响啊 还会存在一些 呃 模板就是波形分错的现象 那么我们这一步模板分析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把 所有的波形都正确的归类 呃我们可以点开一个看一下 这个是适早模板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图做的不太好的话 里边掺杂了一些干扰 但是这个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用参数调整来很快的把这个适早的波形迅速的分类出来 这个呢按钮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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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里面有好多的干扰 我们现在要做的目标 就是把干扰都排除出去 大家可能用过其他软件 他可能觉得不太方便的在哪 就是说这个事早和正常图形 和比如事早和正常都掺杂在一起 不太好区分 我们软件有独特的方法 就是参数调整 点一下参数调整 这个是我们分类参数调整的主要的界面 这几个图都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分类的参数可以通过这七个参数 来迅速的把这个不同形态的波形分出来 下面这个图呢 我每点一个分类的参数 下面的图会跟着有变化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图的横坐标代表的是 当前选择参数的值 当前选择参数的值 它的单位在括号里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点的是KLF高度 用KLF高度来分类的话 横向的是它的值 单位是豪幅 重坐标是什么意思呢 重坐标代表的是当前模板 当前模板 当前值 比如说这个值是1.0 它这个三角可以放大 放大再看 比如说当前 如果高度是1.0的话 它有一个波形 一个比较小 当前高度是 比如说这是 比如当前高度是2.8的话 有三十几个波形 那么通过这个图 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来 它有两个 两个比较大的主要的分布 比如说在KLF的高度 在2.8左右 有这么一个大块分布 KLF高度在0左右 有这么大块高度 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使用当中 不用记住 每个病例的参数是多少 只通过这个看这个图 就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来 下面这个基线曲折度 和基线漂移度 是我们用来区分 从干扰来使用的 那么这干扰已经排除过了 所以说这个就不用分类了 这里边的数字1 代表的是 我通过这个 比如说RB高度 通过这一个参数 来分成几类 1分成1类 就等于没有分类 可以看一下 我分类的方法 先把这个基线曲折度 这个参数调整为1 就是不分类 因为我们的干扰 已经自动的排除过了 不用使用这个基线曲折度 和基线飘移度 那我们看这个RB高度 我可以把它分为两类 把它分为两类 这个1.4是什么意思呢 1.4是代表这个当前参数的值 也就是说我通过1.4这画了一条线 来可以这条线左右调整 上面的数也在变 也就是说这个它是 这个0.74是当前图的横坐标准值 横坐标准值 我通过调整这一条线 可以把小于0.82的 左边这一部分 小于0.82的作为一类 大于0.82的作为一类 当然还可以再加线 可以再加几条线 多分几类 这都可以 这都可以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建议只分两类 比如说只分两类 这样的话参数比较清晰 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条线 放在1.0左右 也就是说高度大于0.97分为一类 高度小于0.97分为一类 分完以后一点确定 大家可以看到高度大于1左右的 基本都是适早 但是这里边还有些干扰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都是适早 这样的话很快就可以把适早 都迅速区分出来 这里边有个别的干扰 可以手动再调解一下 但是手动也很快了 如果说是非常复杂的话 可以再通过调整其他材质 把这个干扰再迅速区分出来 下面这部分呢是小于1 小于1的所有的 大家可以浏览一下 这里边呢除了个别有其他形态的 制造 可以挑一下 我给大家操作一下 看一下 有其他形态的制造 可以手动挑一下 我把这个分类里边的适早都挑出来了 然后呢我反向选择 反向选择呢就是刚才我已经选过的这几个适早 留下 其他呢都是干扰的东西 我直接把这些干扰的图形拖动到干扰摩扳里 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干扰占了0.4% 剩下的就是适早 在这个 Transport高度大于1的 主要都是适早 然后呢我可以通过 通过手动调整 把这个不是适早的图形 手动调整 挑一点点 手动调整一下 这个里边还可以拖动 同时选两个 甚至是同时选一片都可以 这个同时选两个 这里边还可以用快捷键 配置到就可以整页整页的 现在用快捷键 配置到 可以看到这里面全是适早的图形 如果不是适早的图形可以调节出来了 可以适当 可以适当的选择 现在是全部选择完毕 那么这些干扰的图形 我可以直接拖动到 干扰过图形当中去 你前面 调节的不太干净 可以再选择一下 后边基本就没有了 然后把干扰图形 拖动到干扰模板当中去 那么现在剩下的 就是适早 适早模板挑完了以后 我们再看看适上早 适上早这里边 也会掺杂一些适早的图形 那么我们用刚才同样的方法 刚才同样的方法 再调整一遍参数 这个实际上 大家可以看到 我讲起来很棒 操作起来很快的 把它分成两种图形 小一点零等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零散的分布 很有可能是看到 因为同样的形态的话 它肯定是比较集中 比较集中 然后这点确定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克朗斯波高度比较低的 除了个别 副相的 主播向下的形态的 是适早 其他的都是干扰 那么我直接把这些 拖到主播里面去 剩下的就是干扰 拖到干扰模板里面去 然后剩下的 克朗斯波比较高的 里面还有一些干扰 这个也很好挑 因为东西不太多 干扰挑一挑 因为这里面可能我看得不太清楚 有屏漏 没关系 我们在这操作 剩下的呢 这里边有一些是正常 也有可能是榜早 那么可以通过参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当我鼠标 移动到 移动到当前这个 这一个 克朗斯波群的时候 下面会有相应的 参数的值 都会显示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放到这的时候 这个波形的 它的高度是1.88 宽度60毫秒 歼7 760毫秒 歼7比 49% 歼7比是指当前的这个 R歼7 与前一个R歼7比值 它的面积呢 是25 曲折度和歼6 可以不看 那么看一个 其他形态的 给东西试造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个波形的值 有什么区别呢 面积上有很多的差别 波形的面积上有很多差别 这个 这个图形呢 它的面积 是25 这个图形的面积 是75 那么我可以试一下 用面积来调整一下 区分一下这两个 不同的形态 先把这个R歼5高度 取消 然后用 克朗斯波面积 分成两个 大家可以看到 就凡是咱们这个 在图形上有体现的 在这个图里 也有很大的差别 面积小于 可以看一下 面积小于50的 有这么多 面积大于50的 有这么多 它面积既然这么集中 就是说这个形态 这么集中 它肯定是两种 不同的 波形 那么我在50 面积 面积的单位是 毫不成毫秒 在50 画一条线 面积小于50的 分分为一类 面积大于50的 分为一类 可以确定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两种形态 面积大于50的 全是适早 全是适早 面积小于50的 这里边 基本都是正常的东西 当然还有一些小的 这些 开始说比较低的 稍微跳一下 这几个是适早 中间插一句 就是说 标红点的 是指当前模板 我所要分析的图形 标红点 前边呢 这个不要看 前面不要看 这个是 帮助大家 看一下前后的波形 有注意的判断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都是适早 然后把它 拖动到 石头里面去 剩下的 都是正常的图形 都是正常的 特色 都是正常的 特色 我把它 拖动到 正常的 然后剩下的 这些 面积大于50的 给它一下 全是 这里边 稍微有点干扰 大家可以说 你跳一下 这种快捷键 这也是大 可以看一下 全是适早 然后把所有的波形 拖到适早模板当中去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适早模板 已经分类出了 900个波形 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长年线 长年线模板 全是由于干扰造成的 那这一段 全是直线 这个是由于 先把这个 先把电机片摘下来 然后再结束采集 造成 所以说在我们 记录盒操作过程中 摘盒的过程 一定非常注意 先结束采集 可以按按钮 结束 就可以直接 充电池 再摘掉电机片 否则的话 会继续进入 好多直线的波形 对 听后的分析 造成很大的麻烦 那么长年线模板里边 全部是 都是半长模板 可以直接把它拖到 半长模板里边 正常模板里 也会有一些 面积比较小 或者是 车达比较低的 适早 掺带正常模板里 然后呢 正常模板 我们可以用 参数调整 再把它区分一遍 这是我们参数的 大家可以看到 面积在 高度在1.5左右 用正常的形态 它主要集中在这一模板 然后把它分成两类 在这个根的地方 正常的 比较集中的根的地方 画一条线 面积 就是二波高度 大于2.4的 可以分出来看一下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还是一个干扰的 可以同时分成两类 可以看一下 这画一条线 这个分布图形的根 画一条线 一共分成三类 看一下 点一下确定 分成三类 这个是 高度比较大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确实有湿脏 确实有湿脏 然后呢 可以手动的 稍微挑一下 把干扰 提出出现 把干扰 提出出现 的 是 这一部分 听口 也没有 那一部分 随得 拖的干扰豪板 剩下的是早 可以把这些直接 织接 这个还消息 如果正常 拖到正常 然后把这些拖到时早 这一部分呢是刚才咱们画的 就是从参数里看 是比较小的一部分 就是说 KOSBO高度小1 0.62 这个软件 这个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一部分 这样的话呢 市场全部挑出来了 本身这个软件操作呢 一定注意 所有不同形态的过程 尽量在模板分析当中 就是当前这个界面 在模板分析当中 把它尽量挑干净 这样的话呢 在下面的分析当中 才会不会带来麻烦 也就是下面分析就很顺利了 很快 这样的事早正常 我们都已经完全区分开了 然后点下一步 点下一步 进入到这个顺序回顾 这个进入到这个顺序回顾 这个模板当中 点下一步 下一步呢 这个顺序回顾呢 主要是方便大家浏览这个 Pilsport的浏览这个二次要是图形 首先默认呢 刚出来就是单导的图形 我们因为主分析导连 刚才做的是V4 现在这个显示的就是V4的方便的图形 我们还可以看12导的图书 12导的图形 从11A和F 这可以翻页 到下面的V1到V6 全部存在 下面呢就是心理趋势图 我们点击心理趋势图 可以浏览任意一个位置的图形 因为刚才模板分析里边已经看到 我们只有视早 没有其他的图形 如果只有视早 视早图形是亮的 是有颜色的 因为没有防导 所以说这个防导的按钮是灰的 大家可以点一下视早的按钮 下面呢 这个是视早的模板的调图 标绿色 标这个 当前的这个位置 是表示当前我们这个条图 所指示的它这一条的性距离 前后所有的图形 都是方便大家浏览来判断 大家可以浏览一下 这个数字呢 959表示的是 视早一共有959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视早全在这里 那么现在 视早应在之前都已经调完了 我在这里呢 可以选择去打印了 双击条图 显示的是12导的图形 12导的图形 点一下这个按键 是选择打印 大家可以看到选择完了以后 这一条就变灰了 然后再双击回去 再选其他的 其他的 再双击进去 流通 双击回去 再流通 把这道的图形 有什么不太好的话 可以再切 放进去 我只是做个示意 事早只留了三条 然后这个O7H呢 表示的是 其他的图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边有二连率 事早的V有二连率 可以点开看一下 那么V 事早的二连率 一共有两条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也可以双击 流通 双击回去 再流通 有一条几条 这个大家自己决定 这都可以 下面呢 玉米波的 调完了 可以看一下 最高心率 最高心率呢 我们当前界面的 显示了六条 最高心率 它是按照排序来的 一般情况下 最高心率 很多都是由于干扰 引起 干扰的图形 我们默认的排序 默认提供了六条 如果这里边 好多是干扰的话 可以按住 Ctrl键 再选择 当前的图形 点删除 就可以删除一条 后边呢 会继续 再排序 再增补一条 后边可以 再增补一条 这里边如果 有 不是干扰的图形 就比如说这条 就可以直接点 右键 确定最高心率 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点完了以后 它自动就排到第一位了 这样的话 最高心率就确定完了 是 19.00 分21秒 然后再看一下 最低心率 最低心率呢 我们也是默认的排序 如果 大家可以看到 是正常的话 就是说是对的话 直接选择 最低心率就可以了 如果这六条都不是 大家可以按住 Ctrl 左键 加手标 左键 选择 删除 也可以 确定一下 最低心率 然后呢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ST段 ST段呢 可以由 下面这一块显示区域 来看 ST段的趋势图 T关的趋势图 也可以看 在这里 我可以看一下 有二的 有三的 AVF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部分 红色的部分 表示的向上 蓝色的部分 表示向下 也就是说 红色的部分 表示ST段 抬高 蓝色的部分 表示ST段压低 虚线 这一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有单位的 中间呢 这是零 下边呢 这是零点一 再往下 这是零点二 压低零点二 抬高呢 也有 到零点一零点二 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边 会有 很奇怪的 ST段 由正转户的部分 我们可以点一下 看一下图形 因为当前显示的是 L2的 ST段 大家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形是明显由于病人在运动 在运动 运动当中 这里边呢 有可能是干扰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部分确实有一些 ST段压低的状况产生 S1压低的状况产生 这里边呢 如果够标准 大家可以直接再点 比如说这一段是S1压低 大家可以直接点油图 把这些图留下来 到后面统一去统一 如果不是呢 大家可以不适 这个呢 这些呢 是ST段的分析的方法 目前呢 在这个主界面里边 大家把 试早啊 防早啊 二连率啊 最高心率 最低心率 ST段都看完了以后 可以几乎 下一步 下一步呢 之前这些按钮 从倒数第三个 再往上数 都是心理变形分析的按钮 如果大家不做这个项目 就关心 下面这两个按钮呢 是 一个是写报告的模拟 一个是选择图的模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先点开写报告的模拟 可以看一下 这是主界面的所有的数据 平均心率 最高心率 最低心率 等等 这个是适早 刚才我看到 找到适早 一共959个 二连率呢 两个 然后包括 实行前分比达 最大实行数 等等 然后呢 在这里边 可以写 一时的 鉴定 写结论 都可以 我们下边呢 有数语库 下边有数语库 可以 往上添加 任何 结论 同一侧 再复制 在这里呢 还可以 添加 自己 就是说 医生决定自己 习惯的东西 一些实际的东西 大家比如说 我可以 大家 给大家 然后点添加 这样的话 它就添加到 数语库当中了 添加到的 数语库当中 我们可以再 扶持到上面 这可以添加很长 大家可以 自己决定 这都可以 然后这一条 不想要了 删除一个 删除 删除呢 再看这个边 就是数语库 然后这里边 这个数据 都看着没问题 以后点决定 最下边这个按钮 表示的是 我们要选择 打印的 报告的内容 这个报告呢 是报告的首页 一般情况下 我们常用的 就是打一个报告首页 打新的时长数据表 这个是 这些呢 是我们刚才 刚刚留的图 把它都选择到 右边这一部分 表示我们把它 加入到 打印对列当中了 可以去打印 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 现在不能打印预览 这样的话呢 所有报告的图 都已经流出来了 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 把这个报告上传 也可以直接 在本地打印 今天呢 我给大家讲的内容 暂时就这些 好 谢谢大家